新北市有一名女子指控妈妈住院 请院方推荐照顾机构 但是却遇到了不良看护 时常不在病房 让妈妈曝露在无人照顾的风险之中 甚至妈妈出现了血便状况 看护都没有主动告知 家属跟看护约在医院来沟通 没想到看护直接打包行李走人 头发花白的老奶奶 扶着栏杆站立附近一旁看护拍下影片 一切看似习心照顾 但家属出面指控 几天后他自行提早结束合约 提着大包小包行李离开医院了 他就说你们家属来了 你们自己雇 新北北市 然后或是高雄 其实都是禁止那个家属探病 只能留一位 例如说我们不断散办 说我们只能请看护 然后就进照顾 我又打电话给护理站 然后护理站这边就说 就说妈妈现在身体状况 就失掉点滴有血便 那我就就过去找那个留看护跟他说 为什么妈妈有身体有状况 你不跟我讲 然后说那现在很正常 没有状况 他说这个病情不是由我这个看护跟你讲 是应该是由护理师这边 明明是医院介绍的照顾机构 怎么会遇到看护病患健康状况 恶化不主动告知 令家属最气的是 这名留性看护多次站立 留妈妈一人无人照顾 家属表示不排除提告过时伤害 看护公司表示已经跟家属开协调会议 家人臥病已经够难过了 在遇到看护不周 实在心理交瘁 就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